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10月25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 那今天我相信很多人 一早看到美國股市 哇 又出現大跌狂殺 道瓊開平走低收盤重挫了多少 大跌了608點 Nesdaq跌了300多點 跌幅超過4% 費半跌了超過6% 美股全面重挫 很多人今天又很難過了 這時候我們的會員朋友 今天很多人都說 真的 這種盤 就是憲榮老師所講的 現在最佳的操作策略是什麼 四個字 現股當衝 對不對 我們盤中賺了就走 對不對 盤後通通都是保持空手的 美國股市昨天晚上大跌 如果沒有盤後保持空手 很多人現在看到美股跌 今天開盤一堆股票 又全面這樣重挫下去 賣又怕賣到最低點 賣了馬上就認賠 對不對 不賣又怕又繼續跌 又賠更多怎麼辦呢 心情越來越糟的時候 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到跟著我們做現股當衝 盤中賺了就走 盤後保持空手 完全不會受到美國股市的影響 這地方心情完全都能保持淡定 甚至呢 還能夠繼續發揮我說的 這個巨砂成塔的一個效果 操作輕輕鬆鬆 又來掌握賺錢機會 有沒有掌握到賺錢機會呢 好就來看 當今天美國股市 中錯了600多點 台股指數今天一開盤 哇就這樣開盤急砂 跌了200多點下去的時候 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今天先強一個反彈 強拿當股票呢 Tesla概念股 3665的茂連 那為什麼今天我要去強反彈 要鎖定茂連呢 當然除了說技術面的部分 我們待會再談 消息面今天也是一個因素 當今天開盤 大家都只注意到 美股昨天是收盤 全面重挫的時候 憲榮老師的一個研究團隊 已經發現到 已經第一時間掌握到 美股昨天盤後 Tesla發布了第三季的一個財報 在他平價版的電動車Model 3 已經順利量產 消費已經開始發揮的情況之下 第三季不但是營收翻倍 而且盡力呢達到3.1億美金 成功的實現了 他之前承諾的 要轉虧為銀的承諾 而且也帶來了正現金流 所以之前大家都擔心 Tesla錢會不會燒完 現在已經有正現金流進來了 那帶動了禮拜三收完盤之後 美股雖然在地方 是禮拜三收盤是重挫 盤後的股價呢 卻是大漲一度漲了 這個14%的幅度上來 那這個訊息 別人還沒有發現到的時候 憲榮老師的研究團隊 就第一時間掌握到了 再加上技術面的部分 在早盤指數重挫200多點的時候 發現到貿連的股價 逆勢抗跌還低位破低 還高鮮過高 這個有大戶在積極進貨的跡象 因此再加上短線動能指標 出現翻紅轉強訊號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反而在別人重挫 在喊股票的時候 建議大家今天強反彈做短多 這個貿連先買後賣對不對 那這是今天早上 9點09分就建議會員朋友 今天指令發的比較早 9點09分第一時間就通知會員朋友 這個貿連短線技術面轉強了對不對 設價151到152之間 限股來做買進 停損呢定在148塊半 短線目標159元的價位 這個每一通指令我強調 你可以看到要買什麼股票 名稱清清楚楚 要買還是要賣 價位定在哪裡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而且每一筆操作 都先預設停損點 幫大家控制好風險 這是我操作一再堅持的原則 那9點09分通知大家 之後呢 就是9點10分54秒 你看到 股價都還有在多少 151.5元 不過今天回報的這個 會員朋友說 大部分有成交的 都是在152 所以我們還是用152來算給大家看 那今天這樣子能夠賺多少 後來貿連股價 你說指數中錯 老師還在買股票 結果貿連的股價 就這樣子一路的一個走高 收盤還收在最高點 157塊半 今天收盤157塊半 收在最高 那不過因為今天大盤 跌了200多點 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們比較不貪心 今天保守一點 在盤中10點多 市價大概在154塊半的時候 通知大家卻先賣出 先入貸為安了 那這樣子如果說做個100萬 再152塊來做買進的話 154塊半賣掉 等於今天又有2塊半的價差 7張又賺了多少 17000左右 這地方又放進口袋了 換句話說 當別人因為美國股市 在那裡賺中錯的情況之下 哇 越來越痛苦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跟著憲龍老師 利用盤中賺了就走 盤後保持空手的方式 不但一點壓力都沒有 風險控制在最小 而且還是能夠這樣子 輕輕鬆鬆的 繼續來累積財富之中 所以你會看到 那這是今天對不對 總共這地方做個2塊半的價差 100萬做個7張 又有17000左右 放進口袋了 這是10月份的第9勝 那10月份以來 我們9勝3負2合 有賺有賠 我都每一筆誠實的跟大家講 對不對 都誠實報告真實不期 盈虧相抵之後 現在已經累積報酬率 又來到13%的水準 持續在累積之中 這個部分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 我再三跟大家強調 在指數現在這種行情 只有快打當衝作戰 才能夠幫助大家 真正的用最小的風險 又能夠發揮巨殺成塔的效果 來累積財富 這才是現階段 最好的操作策略 好那回過來 繼續來談大盤的部分 當然美股股市 昨天的一個重挫跌了608點 突然這樣子狂殺下來 會跌成這樣 我會說 其實也不是沒有預兆啦 其實在一個月前 憲榮老師在節目當中 就有提醒過大家 注意美股喔 有沒有呢 來看一下 這是9月24號的稻窮指數 我是在9月25號 稻窮收完盤 9月25號那天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提醒的 提醒什麼 提醒那時候 稻窮剛創下26769的新高的時候 這裡出現了一個什麼 爆量高檔爆量的 夜星十字出來 就跟大家再三提醒 要小心了對不對 那當然 美股現在這地方 會這樣擊殺下來 你有沒有看到 原來一個月前 這裡就已經有什麼 有訊號出來了 好 那當然台北股市的部分 其實我最近也再三的 跟大家強調 當指數在10月11號那一天 跌破了初跌段 10189的低點的時候 這裡已經正式的 進入到主跌段 確認了一個長空格局了 這也是我在這個前兩個禮拜 就跟大家講的 當然你會說 那憲榮老師 什麼叫做爆量夜星十字 怎麼去確認 這個空頭趨勢當中的 長空格局 那這個部分 想學的 先提醒會員朋友 今天10月25號 我們最新的 會員專屬實戰教學 憲榮老師在 極品操盤團隊網站上面 一個禮拜 會給會員朋友 兩次的一個 實戰教學的一個解盤 今天解盤的內容就是 第一個高檔 反轉多方空K線形態 當中爆量夜星十字 以及第二個空頭趨勢的一個 長空格局 它的特色是什麼 還有當然想要做當充 先買怎麼去選股 先買怎麼去選股 這個我們在今天這個 會員實戰教學當中 都會去教大家 那如果是一年期的 會員朋友都跟大家講過 這不是要賺大家的錢 沒有額外多 跟會員收一毛錢 一年期以上的會員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這個個人的 裝屬帳號密碼給你 你都可以在地方學到 憲榮老師 每個禮拜的一個 最新實戰教學的一個 這個解盤給大家 那這個行情我只強調 其實當指數現在 雖然確認到 所謂的一個長空格局了 但永遠不要忘了 這地方長空格局 會是最麻煩 因為它時間會拖個 一到好幾年都有可能 所以它不是像空頭式 這個中期回檔那樣子 一波到底擊殺下去 它會反反復復的什麼 擊殺反彈又整理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 這個地方大家覺得沒事了 可能又再給你擊殺下去 就像今天大盤這樣 重挫個200多點下來 那我也先提醒 這個盤要去注意 當然第一個明天 10月26號 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 鴻海最近減資在暫停交易 對不對 那明天它就會重新的一個 這個交易了 那因為鴻海從10月18號 到今天10月25號 這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它是暫停交易的對不對 上次交易時間10月17號 18號到什麼 到今天25號暫停交易 那這段期間台股又跌了 你看到17號的時候 台股收盤9979 今天收盤已經跌到9520了 那等於說這段期間 台股又跌掉了大概450點左右 大概鴻海明天有很高的一個機率 又會怎樣 補跌下去 那因為鴻海畢竟是現在台股 全值最重的這個 三檔股票之一 第一名當然台積電 再來就鴻海 再來就台塑化 那現在這地方 鴻海如果明天補跌下來 對指數來講 當然也多少會這個地方影響到 這是明天要去注意的 可是呢 那如果說在這個地方又跌下去 也不要忘了 今天大盤 這樣子沙盤取量 今天成加量1300億 前幾天 這個前天大盤跌的時候 我說那天量就1000億 沒有沙盤取量的效果 所以又繼續跌嘛 那今天跌下來 成加量有1300了 那你說有1300怎樣 來看一下 5日均量跟10日均量 你有沒有知道 沙盤取量之後呢 現在大盤 5日均量多少 1163億 10日均量多少 1158億 這都這個地方 5日均量又再度的 超過了什麼 10日均量對不對 換句話說今天沙盤取量下來 量的趨勢又有在轉強的跡象 那再加上外資 今天雖然說這個地方指數 跌下來外資股票還是賣 可是指數 它還在繼續加碼多單 今天又買了6000多口 數量還不小 那算一算最近外資指數的 近多頭部位 大概還有700億在手上 所以你說這樣子 急跌下來之後 會不會又來做一個反彈 這個我覺得可能性 也都還是有 那這種狀況就很麻煩了 長空格局就是這樣 急殺然後反彈整理 然後又急殺對不對 殺完又要再反彈 那麻煩就在這裡 因為每一次 只要大盤這個一反彈 然後這地方大家就想說 應該沒事了吧 見底了吧 很多人這地方又想說 不要賣了 對不對 股票萬一套牢又繼續凹了 甚至很多人想說 跌不下去了吧 好 凹一把 加碼攤平下去 結果再來不小心 又急跌破底下去的時候 就會發現越來越賠越多 受的傷越來越重 所以你就會了解 這個盤真的再三提醒大家 對波段的操作來講難度很高 賺錢很難 而且風險很大 最好把波段的部位保持空手 擁抱先進在手上 等著機會來臨 我們再來拼大的 那現在呢 我還是強調 快打當衝作戰 快進快出 盤中賺了就走 盤後保持空手 這樣子才是這個累積財富 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賺錢的方法 當然你說這個地方 難就不知道 難在 不知道怎麼去做當衝 很多人說沒時間看盤 很多人看盤 卻看了半天 不知道怎麼操作 還是追高殺低 還是賺不到錢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 你需要憲榮老師的幫忙 所以憲榮老師 重新邀請你來加入 我親自帶你的 極品操盤團隊 那現在加入 我每天就會提供大家 鎖定一千多檔股票裡頭 最有把握的一到兩檔 來做快打當衝 會依據盤式的結構 告訴你先買還是先賣 清除的進場價位 預設停損點 風險都先控制好 而且到價都會簡訊通知 也就是這地方 你不用自己去盯盤 憲榮老師都會幫你看盤 看得好好的 重點是當天帶你進 保證絕對當天帶你出 因為這地方 這就是做當衝最重要的原則 絕對不會說賺了錢 叫你趕快賺個幾毛就出掉 賠了叫你凹單 害你去重傷 絕對不會 當天帶盡 必定當天帶出 那所以說就是這樣的原則之下 你看到憲榮老師 這地方不但盤後都保持空手 根本不用去擔心這個 美國股市會不會突然大跌 還是突然又大漲對不對 那只要跟著憲榮老師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像今天茂蓮9點09分發出通知 技術面轉強151到152元之間 現股買進對不對 那有買到152塊的這地方 後來在10點27分 過個一個小時左右對不對 一個小時多這地方 賺了兩塊半的價差 就放進口袋裡來了對不對 做個七張 今天就17000左右 17張小朋友 放進口袋裡來了 這就是憲榮老師所說的 你會發現快打當衝作戰 就是這個階段 讓你能夠發揮盤中賺了就走 盤後保持空手 慢慢的聚殺成塔 操作輕鬆 又能夠持續的累積財富 今天第九勝又賺了這個17000左右 那這個月 我們已經持續在累積獲利之中 九勝三負二合之下 累積報酬率持續增加 來到13% 那其實不只這個月 你看到憲榮老師從7月份告訴大家 這地方做當衝 16勝4負6合 8月份14勝7負6合 對不對 累積報酬率7月份22% 8月份14% 9月份13勝4負2合 更達到30% 現在呢 累積報酬率 7月1號到10月25號 已經勝率平均在75%左右很穩定 投報率更是達到8成以上了 對不對 等於說真的 你只要用對方法 靠著現股當衝來做操作 你說每個月要幫自己 這個加薪高 這個6位數以上10萬塊以上 真的不是夢想 那為了要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也能夠採取現股當衝 現在跟著老師盤中轉走 盤後空手 巨殺成塔 操作輕鬆 特別推出這一次的 萬聖節狂歡趴大回饋 688現在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相拔位的投資朋友 待會廣告休息時間 就歡迎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計時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出來再見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好看 弄在這裡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綫平抄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您 專業 用心 眾存信 提供給您 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下群出现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今天台北股市再度的下沙破底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如果在这边还是没有听兴趣 现龙老师讲的话 还是抱了一堆手上的股票 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的时候 心情真的会越来越沉重 怎么办呢 我只能够再三的提醒大家 人生有四苦 一是看不透 二是舍不得 三是输不起 四是放不下 当你看不透股票 这地方真的趋势已经在转弱了 当你舍不得赔了你就不想出 只想凹凹看 结果越凹越深 当你输不起觉得这地方卖了 这地方就是认输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最后放不下的结果 你的财富可能又持续的在缩水 越赔越多之中 怎么办呢 所以现龙老师再三强调 人生就是要懂得 有时候要懂得放下 有时候要舍得 如果你现在手上股票有疑问 怎么办 我只能说你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忙 所以现龙老师 这个地方都很欢迎你 只要来找我加入我们的会员的时候 现龙老师都会帮会员朋友 先帮你做一个持股的诊断 如果说你的股票 真的未来业绩还是在成长 如果股票在这里 结构上面是一个多头的趋势 至少长线来看还是个多头趋势 没有改变 可以留的我们先留下来 可是万一有一些股票 它的产业趋势真的过去可能大赚钱过 可是业绩达到高峰 甚至开始衰退下滑了 有一些景气持续在走弱 有一些股价现行仍然是个空头趋势 没有转强讯号 那这种股票我就会建议先把资金收回来 等待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拼大的 对不对 那把这部分的资金刚好就可以挪进来 跟着县荣老师来做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 当你股票不对的时候 要尽早太弱留强 如果你方法不对 买了股票赔钱就是一直凹 结果就是越赔越多 真的要改变方法 对不对 现在买股票爆波段 我还是强调 赚钱很难 风险很大 对不对 可是快打当冲 却让你能够轻轻松松 用最小的风险来累积财富 当然万一你加入了老师不对 永远就告诉你股票跌下来 再凹凹看 再等等看 以后还有机会 那我只能说 尽早的弃暗投明吧 对不对 It'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改变才能够 这个地方让你真正的反败为胜 那这阶段 其实你会发现 县荣老师一直跟大家强调 六月份就说了 对不对 台北股市这里长线转空危机 没有化解 那时候还在一万一千点附近 对不对 高档震荡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提醒 波段请保持空手 拥抱现金 等待机会再拼大的 所以现荣老师 过去两年从七千多上来 这都是一路在做多 尤其锁定重兵 压在车用电子的身上 对不对 里面包括像自身科 包括像美奇马 甚至都是掌握到 倍数的一个利润 这都有图有真相 像美奇马 那时候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写给会员朋友分析日记 在康普全数出清 获利五成入带之后 新黑马锁定4721美奇马 对不对 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囊 重点是大户金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建立大家开始卡位布局 那后来呢 这地方到了11月份 有没有 跟大家讲美奇马 我们从7月的444块附近 推荐买进之后 8月开始发动攻势 最高涨到154块吧 我们没有卖在最高点 但是这地方当高档震荡盘旋 已经开始转弱下来 大户也在出货的时候呢 建立大家112块附近 全数出清 获利150% 全数入带 对不对 这都有图有真相 你看到重点我要强调 你有没有看到我过去两年 这样子做波段是全力重兵 压下去 真的帮会员朋友赚到很多钱 但是重点不是说多投我们赚到 而是当行情高档的时候 我们守得住 对不对 该攻的时候全力进攻 该守的时候 我们拥抱现金 把赚到的钱 牢牢地放在口袋里 这才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 对不对 而现在我一直强调 快打当冲操作 才能够真正的帮大家 用盘中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的方式 拒沙成塔来累积财富 对不对 所以县荣老师现阶段 每天会提供大家 这个一千多档股票里头 找到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 来做快打当冲 清楚的告诉你先买还先卖 进场价位 预设停损点 获利目标清清楚楚 到价都会通知你 县荣老师帮你盯着盘 当天带你进 绝对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让你保持盘后的空手 一个孔利一个动作 像今天帽连 不就这样又有机会 两块半的价差 入贷为安 躺起来 对不对 这个月我们就这样 10月2号的华星科 先卖后买6块半入贷 10月2号的双红 先卖后买 这个20张12000放进口袋 10月3号上尾 这个先卖后买 1块6的价差 放进口袋 10月3号TPK 1块半的价差 又放进口袋 对不对 10月9号上营 做个2块半的价差 又放进口袋 10月16号的国具 先卖后买 大赚11块的价差 又放进口袋 10月18号的环球金 3块半的价差 又放进口袋 帽连今天抢反弹 2块半的价差 又放进口袋 就是这样的方式 持续累积财富之中 想拔为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加入 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 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贫富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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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